是民建聯譚耀宗名單,有兩成一支持,比排第二的公民黨國家旗名單多了7個百分點。 排後還有佳工的梁耀宗名單,人民力量陳偉業名單,工聯會麥美娟名單,工黨李卓人名單,新聞黨填北辰名單。 接著是民主黨李永達名單和陳樹英名單。 而民建聯兩張名單,獨立的陳一華名單,何君堯名單,社民聯的曾建成名單。 第三力量陳強名單,民陣物業成名單,排在後面。 新界東選區同樣有九席,公民黨湯家驊名單,社民聯絡和民建聯陳克勤名單,同樣有1成3支持。 之後是自由黨田北俊名單,民主黨劉慧卿名單,工黨張超雄名單,民建聯葛佩帆名單, 民主黨王勝志名單,工聯會業委名名單,和公民力量樸愛蘭名單。 而獨立的方角山名單,人民力量陳志全名單, 新民主同盟的泛國威名單,都排在後面。 以及依次下去還有餘下這6帳名單。 主張國威名單。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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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報宴 不平則鳴指引心繫香港 身體力行,隔空發空 黃毓民密度,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回到第二節,講到選舉很興奮,不要停 哪一句話說 你歷史新高 我想兩個因素 一來就是拉布 拉布的議題 曝光率很厲害 曝光率很厲害,令人覺得立法會好像有些新氣象 因為我過去是太地區取向 突然間有一個議題,一個全港性議題,一個論述性議題 可能我在拉布講話講得多 偶爾可能有些較好一點的言論 或者是一些有論述性的言論 可能令到部分過去不支持我 或者是對我們沒有好感的那些 可能改變了他們的態度 所以這個我也有些少幫助 第二就是梁振英 那些問題是會有些幫助 那些人覺得,喂,你繼續 好像那些偽民主派那些小馬大幫忙 又可以做議員拿到這個紫荊勳章那些 根本就覺得繼續下去不行 所以這兩個因素可能導致到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民調高了 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政黨 學了我們的支持者 明明不投我票的 民調那時候就滑投我們 那滑滑我們的支持度 這個很難評估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大舊以往的選舉 check record 其實他的Polling一直低 我沒試過10的 但低到我們害怕的 沒試過10的 就是我過去都是低 但是每次慢慢緊 我經常跟台長翁敏 就算跟魯蕭說我不用擔心 譬如080那次選舉 我說我OK的 他們都不太相信 看過民調 我記得因為那天我們有做的 我自己有做的 到最後呢 就找大家回來 跟我說我們在那個台上吹一吹 所以呢 那晚呢 我跟他打電話給你 看你都好像很淡定 有時候的事情真的 真的很難說 那到你自己了 你自己 我沒所謂 沒所謂 我其實 我現在主要 整個選舉的工程 街站我每天都開成30個 很多的義工 還有我的助理在那裏 那我日後還做到去派單張的 派書仔的 跟街坊打招呼的 那 那今次的反應呢 當然是比08年好很多 08年就是因為 啊 你是毓民喔 因為你還沒做過立法會員 那你現在做了四年之後呢 還有我們根本也有做一些地區工作 蛇齋餅種米我也有的 還有我們一樣在地區裏面有接案 所以那些街坊 比如去到紅磡 或者深水埗 那有些人就很親切走過來 跟你打招呼 還有 就是你派東西 你很容易看到的 早上呢 就是大家趕著上班啊 趕車啊 衝衝忙忙 不斷衝過 他都沒看清楚你這個人 那通常我就會跟他們打招呼 早晨 我是毓民 那他在轉頭看一看你 那他來接你那份東西的 那有些就站在那裡跟你聊聊天 那我們的感覺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基本本呢 就一定在那裡的 OK 那所以也不用怎樣擔心 那再來呢 就是整個西九今次的那些對手呢 基本上就是 都是靠那些基本本啦 譬如政黨效應啦 民建聯 那樣 放一隻鴨下去到贏的 是不是 因為他的那些票全部都可以估到的 是不是 那所以譬如說 你梁美芬做了一屆 那你中聯辦的那些裝却呢 就是西九新動力那一堆 那十幾隻腳 基本上 將十幾隻腳拉到的票 臭狗 那他已經是夠贏的了 這個他們是沒有懸念的 那還有就是 他在整個選舉工程 鋪天蓋地貼海埔的 那等一下我們那些貼上去 然後就被人撕的了 就是他們有一對 撕黃毓民海埔部隊的 九東有一對 撕黃陽達海埔部隊的 是不是 我昨天去一個輕田村 是不是 那我就看看海埔 全部都是他們的海埔 當然我們沒得貼的 解田村也是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的 你一貼上去 然後就被人撕的了 有人幫你撕得乾乾淨淨的 是不是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們是靠過去這幾年 還有加上自己本身的高知名度 還有那個形象 很清楚 所以喜歡你的人 就一定是喜歡你的 那些憎你那些 你怎麼都扭轉不到 他會投票給你 不可能 你遠見到你都止著罵 但是 今年罵的人少很多 很奇怪 大舊的情況也是很明顯的 他在地區很紮實 還有他選區這麼大 你要說好像我們這樣做 他怎麼做呢 不可能 是不是 他一天 24小時也沒夠用 所以他 他不是靠這樣 他自己 老實說大舊 他是不會靠文宣的 如果他的文宣 對我的標準來說很差 我會覺得 我們很重視文宣的 其實我們很簡單 譬如阿達和我 都有一個 讀書人 還有搞創作的人的情意結 就是說 我的東西擺出來 我覺得跟人與眾不同 我會吸引人 我認為是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 黃亮達也是這樣的 但是做選舉 又未必一定是對的 你明白嗎 做選舉又未必一定是完全中的 那你可以中到知識分子 中到年輕人 但是那些阿伯 那些基層 你是未必中的 所以我呢 也都選擇一些民生議題 譬如我會做一張單張 是講生果金的 那我就會做這些 是不是 或者反國文教育那些 我們神組就已經出那些 我們出的反國文教育那些單張 是醒過你九倍 我會叫你看YouTube的 你明白嗎 所以我來講 我就照做 但是我會花很多時間 就是下個星期開始 就去九冬的了 是吧 那就相往一起出擊 是吧 黃亮達那邊 基本上 就是 街站其實開很多 是吧 那 文宣那邊 也都出很多 但是呢 有些要倒閉一倒閉 因為你現在 譬如說 好像她那個海報 好像拍電影的海報 你明白嗎 是很有型的 是不是 兩夫妻的愛情故事 但是你對選民來講 就真的要想一想 還有你九冬是一個相對地老 和多勞工階層的社區來的 不是那麼多知識分子 和中產的相對地 整個選舉的策略要比較接近一個 所謂 down to earth 比較實際些 針對的議題要更具體些 好 毓文 我有一個疑問 一個拉布 其實整個人民力量的形象力扭轉了 從新人來說 他能不能吸收到這個好處 整個人民力量的形象就正面了 新的選舉的 如果你看回這幾個新人 除了阿達的形象 相對比較激進一點 那兩個其實都很多人可以接受 那兩隊 是不是 譬如說 你劉翁在港島就很適合 加上有個老蕭 聲薛醫生 其實三個都應該做議員 可以 是不是 即是有足夠條件 做議員有議員 擺出來的那個包牌 即是你像不像一個立法會議員 是不是 我選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像不像 有些不像也做了 陳克勤 你明白嗎 即是 他們擺出來的那款 是像做議員 是不是 那新東萬必同圓明明的組合 又是會令人眼前一亮 擺在他那堆人之中 是不是 你張超雄呢 他是一個左派 一個幫助弱勢的 他做選舉的工程 他是很Eagle 大哥 是吧 他是很簡樸的 你明白嗎 所以 又不同 是吧 那你范國威 他有裝腳的 但是他裝腳有局限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就算在新東來講 你 即是以泛民主派來講 你只要民主黨 兩個 即是他現在三個候選人 蔡九也會死定的 你黃成志和劉慧卿 隨便死一個 這個萬必有機會贏 這樣 很容易計的 所以大家要看這件事 是吧 所以一定要攻民主黨 這個不能談的 是吧 他民主黨 隨便釘一個 一個去山東街 五家產交電話費 不知道是不是叫雞 是吧 然後說我們打他 是吧 這個 即是 怎麼可以繼續做議員呢 是吧 譬如他們隨便死一個 還有一個劉慧卿 不斷地說謊 是吧 還在那裡扮殘雞 即是你要令到選民 一定要很清楚 特別是民主派選民 過去支持他的 是吧 很清楚這件事 所以他們兩個 隨便死一個 萬必就中了 是吧 很簡單的 是長毛贏定的 是吧 湯家驊贏定的 是吧 你民主黨一個 是吧 正下來那兩個 就是其他人 就是泛國威 張超雄 萬必 是吧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民主黨 拿兩個 那我們又問少少了 是吧 即是民主黨如果拿兩個 天無眼 那當然是盲了 是吧 如果上帝睡了一覺 是吧 是吧 這個是很清楚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 是吧 但是要很努力 還有要扭轉 是吧 要扭轉 所以整個選舉工程 我們今天都開會談了 是吧 要讀一讀的了 要重新做一個調整 我和大舊 沒有辦法的了 唯有將我們自己 工作的時間 減少一些 然後兩條老爺 就去幫那三個助選 就是這樣 那大舊去多些新東 港島 今天都過了 我就去多些九東 就是要這樣 我們兩個就不會告急 但是我們那三個新人 就一定是急得賴 是吧 我希望 就是我們每一位 就是支持人民力量的朋友 支持毓民的朋友 是吧 你一定要幫幫手 是吧 就是用盡你的辦法 人脈 是吧 就是要令到 就是我們那三個區 王陽達 萬必 和劉家雄 一定要當選 那王毓民呢 過去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就是 社會對我 是有回報 如果不是我下班 不是 所以大家 大家網友的朋友 大家齊齊博 我真的下班 我真的下班 我不是開玩笑 我下班 因為新東和九東的區 那麼大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會有親戚朋友 在那個區 我覺得已經沒有意義了 是吧 就是你如果這樣 真的有什麼意義 我們繼續去做下去 沒有意義的了 如果那三個人都選不到 是吧 全軍盡默那三個 那我和大舊做下去 都是沒有意思的 是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我們那三個區 就是 全部死了 的話呢 我們兩個做下去 都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這個很簡單 就是 你香港人要這樣選 繼續選這幫 泛民主派 找路診 就是我始終到現在 都不明白 為什麼有香港 很多人都還是不明白 我昨天 在這個西洋賽街 我這輪都是說這件事 什麼叫做一人兩票 是不是 什麼叫做 要保持民主派的關鍵小數 所以這個超級議席 是關鍵的 你陶謹申在抹大眼 說謊 是不是 如果民主派贏到三席了 就要改變整個政治生態 你民主派 最多都是贏三席 是不是 你不可以贏四席 大哥 就是等於建制派 最多都是三席 他只有三個人去選 難道他贏五席呢 是不是 就是說你相差 那個勝負是一席 要不就是你民主派 在超級議會拿三席 要不就是建制派拿三席 是不是 相差差一席 那一席是要扭轉整個政治形勢 你說什麼 是不是 這個是欺騙人 大哥 相差一席 怎麼會改變了政治生態 是改變不了的 你蘋果又在誤導別人 是不是 一定要贏 超級議會一定要贏 贏條毛嗎 贏多就是一席 喂 人家派到盡都是派三席 三張名單 不就贏三席 都贏了 你這邊 民主黨自己佔了兩張 是不是 再加一個馮檢基 那贏了又三張 是不是 有多大分別啊 請問 是不是 馮檢基 喂 你還要跨下海口 要在這個 就是 新西幫陳樹英當選 然後在九東就幫社民連當選 你不是說社民連是暴力政黨嗎 這個混蛋是為了對付我 所以 一定要你民脅混蛋 現在要 譚國喬我一定在論壇搞他 那天我已經跟你阿基說了 你不要尿我 是不是 他說我沒有 哇 你公開跟人說 你要保住九東那一席 給他一萬票 你哪有一萬票啊 混蛋你中票啊 馮檢基 一萬票 又在那裡混淆時聽 然後蘋果又登 大大段 說他會送一萬票給陶君恆 這些是人來的 所以阿基 我前天跟你說了的立法會 現在我改變主義了 OK 我一定搞你譚國喬的 我一定希望毛孟靜當選 你譚國喬落選 OK 你準備迎戰都可以了 然後你馮檢基 我一定日就夜就你輸 是嗎 九西那個民調已經輸了 我要呼籲我們的支持者 在超級議會裡面 絕對不能投票 講完 我講的現在不代表人民力量 OK 我黃毓民的支持者在九西 我的支持者 投票給我的人 絕對不可以在超級議會裡面投票 那一票是不投 OK 投白票 或者不領那張選票 或者不領票 是 講完了 一定要你馮檢基下選 講完了 我寧願白雲琴贏 我也不讓你馮檢基贏 是嗎 很簡單 你喜歡玩嘛 是嗎 你在選舉當中玩這些東西 是嗎 你玩什麼 我那天跟你說得很清楚 你不要撩我 是嗎 你在過超級議會論壇裡面 你說我們暴力殼其 搞錯地 跟著不給你 我不是同台選 金牌 就逐tó Titan 是吧 很簡單的 是嗎 。。 很合理 你在超級議會選舉 roy tard 成文化裡面 大家在論壇上,我一定在電視論壇招呼你譚國橋 你是死定的,你沒有運行的 我發工在電視論壇要招呼你譚國橋,你有甚麼運行 你解釋給我聽,甚麼一人兩票 接著收兵,新西不選,九東不選,全部集中支持陳樹英當選 其實很簡單,講到尾,自己怕輸,現在是買民主黨怕 你明不明白,就是買民主黨怕,另外那邊是買社民連怕 就是這樣,你現在是沒有用的 你買民主黨怕都沒有用,買社民連怕都沒有用 你不買我怕,你就是怕更加 一早就提了你,我是不想民主黨拿兩席 你不用那麼擺高,那麼重視阿基的 你對他冷對待的話,可能他得票更少 你唱得那麼行的話,可能中聯辦到時候幫他發工 中聯辦發工,那那三席怎樣 你真是當中聯辦,可以全部中網全局 你們喜歡派給我,就派給誰 我又不相信這件事阿 如果相信這件事,我們沒得贏啦 你也沒得贏啦 怎麼可以贏呢,長毛都沒得贏啦 如果可以派到的就... 派到盡都派是這麼多的 即是等於九東,常常說謝偉俊會贏,拿三席 這樣加十萬票,除三 是吧? 你除呀,除雲巡給我看 對不對? 除非你中了兩席票出來 最重要是民主派票出,以及到時候的分數 你招你民主派的票出,然後集中 是吧? 那就OK的了 那就贏了啦,大哥 所以沒得配票的,九東一定是全家總動員 你不票投黃楊達,即是票投黃毓民 說完了 是吧? 你投給黃楊達,即是投給黃毓民 在九東 是吧? 台長說了那麼多選舉呢 將問題淡化一點點 說回一點服務性的事情 是,我們會說的 不過這樣吧 就是終於一句了 沒有所謂的 因為現在去到這個關頭 現在的人在那邊聽 吳家產人在那邊聽 大哥,你要擾亂我,我都會令你不開心 大哥 你一定相信我殺傷力的 你執著在那邊聽 陶軍藍執著在那邊聽 你那這晚上都睡不着 就是吧?幾下好啊,你搞我 你真的 是吧 無論怎樣都好 其實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 無論是輸的人都好 我們的立場都很清醒 就是 我們要講清楚整件事情 我們對這東西 所謂的配票的看法是怎樣 就是無論我們扭不扭轉到選民的意思 另一件我要講的是 整個人民力量是一組合的選 這個人是很嚴重的 大家不是選一個人,不是選大革,不是選中文 是選人民力量as一個,在立法會裏面一個團隊 因為只有這個團隊形成了一個團隊的實力 才能扭轉到現在的議會文化 所以這不是個別的候選人問題 跟著大舊哥的方向,我們少說其他東西 大舊人民公社,每個月虧本,大家幫幫忙 要跟朋友說,因為之前我講過很多次,最近講選舉就沒有提 人民公社開了兩個月左右,差不多 人民公社的重點就是抗衡超市霸權 當然以我們現在這麼小的公司,一定抗衡不到 但是如果逐步建立到大家的參與 以及每個家庭每個月都訂貨的話 日後將這個擴展出去,數字累積呢 是令到那些超市不可以操控的市場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如果老蕭支持我們 有關這個人民公社的發展的呢 大家可以每個月訂貨啦 總之,荃灣葵青,因為在一個地方附近呢 就夠300元送貨,其他地區呢,夠400元送貨 這個免費的,港島因為隧道費的問題 我們收回一點點錢 但是將來如果我們,就是那個中心發展 是足夠可以多開兩個,三個,四個的分處的話呢 那到時就會更加方便啦 到時候我們港島又開過分公司 跟著在這個新界東又開的話呢 那令到那個送貨更加快捷 以及就是符合大家的要求 那所以大家可以上網看看,有些什麼課源啦 第二就是,如果你覺得我們的資料 或者我們的貨是未滿足到你的呢 你可以打電話去跟工作人員說呢 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的 那你給我們過兩兩個星期呢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訂到你要的貨 如果大家是願意,以一個長久都會幫助的呢 有些貨我們雖然難拿呢 我們都會盡量拿的 那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個固定的會員啦 那因為最重要就是,第一就是 就是我們會分紅的 如果賺到錢呢 按會員那個訂貨的金碼呢 我們百分之五十一的利潤呢 是會員分 譬如你一年訂了一千元貨 譬如到時的利潤是百分之十的 那就是說你百分之十裡面 就是在百元裡面呢 你是有這個的利潤百分之五十一 就是你拿回五十一元 你一年訂一萬元貨 那可能就拿回五百十元 那這個那個利潤分呢 就是按當年的財政狀況呢 就會員按你的訂貨 分回那個利潤是百分之五的 那我們的貨呢 第一就是著重真是良心企業 我們希望幫一些公司那些 就是有關公司呢 不是一些無良的公司啦 第二就是我們希望 訂多一些健康食品的 那所以我們找那些食物呢 都希望是一些符合健康的要求 第三就是環保 那所以我們自己訂了一些的 譬如洗潔精啊 或者是一些的 就是洗地水那些那些呢 都是符合高環保的要求 那可能有些東西就貴少少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有些貨物 還有都希望給我們一些意見 給我們看完 已經覺得某一些問題的話呢 就是都可以給一些意見給我們啦 那還有一些貨呢 就是譬如我們 譬如一些紅酒啊 或者有些的 其他一些所謂的飲品那些那些呢 那都是盡量找各方面 符合到大家的要求啦 那其實那些質素都幾好的 那希望大家都相信我們的眼光 也都相信人民公社這個理念 這個理念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只是鬥便宜呢 我們一定不夠超市的特價貨品便宜的 那這些生意呢 就一定要經過時間啊 就是去磨練啊 就是不可能做就可以的 那不是你現在的宣傳不夠嘛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嘛 主要就是這樣而已 還有你的課源呢 兩樣東西而已 那就是 那就只要你 譬如說 跟超級市場的價錢相差不是太遠 那我們又有個 就是送貨服務等等 這些就是其他那些人沒有的 那應該都可以 還有我們自己這麼多支持者 也有個人網 整個人網的聽眾 就是如果他們能夠參與呢 其實這件事 但是香港人不是很習慣打電話訂貨 或者網上訂貨 很多人就喜歡看到那個實貨呢 那你可以先試一下 那電話是2568-6811 2568-6811 大家可以幫幫忙 最緊要啦 我覺得這樣大家 做這些的堅持 就不要說 就是看到現在 暫時有一點點 就是未 我不會的 我跟老蕭是想著長遠 就是想著蝕都會繼續支撐下去 這個是理念來的 等跟老蕭做網台蝕水而已 是不是 我們是想著蝕 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不是想著一個 就是所謂賺錢的一個 的計劃 最緊要不要想這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社會服務來的 也扭轉了現在的超市 那個霸權的情況 好 我們這一節在這裏停 我們跟著第三節再回來 說一說 現在最重要的 陳茂波 是的 我們都有派這個名單去參選的 除了我跟陳偉業 即是新界西的陳偉業 以及九龍西的黃毓民 是爭取連任之外 港島區 港島區 新界東 以及九龍東 我們都有年輕人去參選 在港島的是我們人民力量的主席 劉家雄 和香港人網的老闆 就是 才子 蕭若元 和歐陽醫生 組成一張名單 去參加這個港島區的立法會的選舉 另外 另外在新界東 我們是派出香港人網的CEO 亦都是我舊時商台的同事 一位年輕人陳志全 即是萬必 就拍這個港姐 過氣港姐原未明 就去參加這個新界東的選舉 另外呢 我們也都有一位新人 在九龍東 就是黃陽達 去參加這個九龍東的直選 我們總共派出五張名單 參加五個區的選舉 除了我和大舊爭取連任之外 我們希望 這三位年輕人 都可以通過這次的選舉 得到大家的支持 然後進入這個立法會 一直以來 泛民主派即使在分區直選 拿到六成的選票 但在議會裏面呢 仍然是僅僅超過三分一的議席 未夠一半 建制派 因為有這個功能組別 有一些所謂利益輸送 的利益團體 所謂功能組別 間接選舉 甚至是不用選的 這一屆的功能組別 有十六位議員 是自動當選 都沒有人幫他選的 那這些就是分裝政治 未經選民的認同 然後入到議會 跟著呢 他就是完全傾向政府的 我們最近這兩個月 在立法會休會之前 我和陳偉業 發起這個拉布戰 抗拒惡法 成功地追梁振英的五C十四局 架構重組 拉倒了 其實梁振英 應該多謝毓民 如果沒有毓民 打兩個月拉布 他真的有個五C十四局 現在肯定脫頭脫骨 三C十二局 發展局都要換兩次人 我說換兩次人的意思 就是這個陳茂波 都空多吉少 第一個發展局長 麥齊江 現在被ICAC抓了 準備告他貪污 現在這一位 新的麥發展局局長 我告訴大家 他是我學弟 中學的學弟低我三半 他是一個會計師 一直以來都是親建制 也是一個公席王 什麼叫公席王 就是政府給他很多公席做的 OK 政府給他公席做的人 說句難聽點 在我們心目中就不方好人了 是吧 政府不會給公席王毓民做的 即使是給王毓民都不會接受 是吧 因為那個是建制的部分 我們是反對派 反對派就要其次鮮明 站在人民這一邊 制衡政府 所以我們不會接受 政府任何公席的邀請 事實上 親疏有別 他都不會給公席我們做的 什麼機管局委員 啊 平機局委員 之類這些 是吧 甚至乎這個監警會的委員 他都不會為我們做的 所以我們 是一個其次鮮明的反對派 我們的角色很簡單 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 在一個政治體制型 原被完全民主的情況下 那個行政掌管得了689票 但是他操控了我們全香港700萬人的命運 掌握兩萬幾億的財政儲備 是吧 制定這個公共政策 都跟我們直接有關的 包括房屋福利 醫療教育 是吧 你搞國民教育 又被經我們一個民選議會的同意 你這個政府又不是人民選出來 你叫我們幼稚園的學生要升五升旗 是吧 你那些高官的學生 那些高官的子女 就送到英國美國讀書 我們那些小朋友 就要唱國歌 精五升旗 愛國 是吧 孔夫子說 己數不欲 物施於人 你林鄭月娥 叫兩個兒子回來 接受國民教育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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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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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打壓 不怕氣息 都要叫我奶 這是我們的責任來的 口口家正 全民政治 MyRadio2012 那我就記得有一天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 哎呦 你怎麼都會 一晨先都會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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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哭哭 我記得一條大路 沒什麼東西 那路就哭哭了 那我就不想睡了多久 一二三 我想數一 四五 十下左右 我想了 然後前面的大火車 什麼東西都見在我面前 直接在我面前 我想 頂樓只差一尺兩尺 那我就打 叫那個朋友叫他醒 我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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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哈哈哈哈哈 七百萬人七百萬個故事 逢星期一晚八點九至九點九 Judy Raymond今晚回來 保夥 社交人 你力行,隔空發動,黃毓民密度,現在和你俯仙跡致 好,回到第三節了,這一節要講講現在最康的話題 起碼有兩件,第一就是陳茂波,第二就是香港、海岸線全部很膠 很膠,真的膠到暈了,香港變膠港 先講陳茂波,我想問,我超前一點問 如果大舊判了他死刑呢? 我就是超前 在7月17日深夜,未完之前,快完立法會 他就跟他說,萬戰穿心 現在聽說,讓你做發展局,千萬不要做 當時說這些時候,陳茂葉也不知道他怎麼做釘王 不知道的 陳茂葉也不知道他怎麼做釘王 原來他是釘王,為何他跟田生在一起,他做釘王 你死不死,做釘王,做發展局長 那就好了,有發展 我的問題是怎麼超前發呢? 已經鄉了一個,如鄉了這件,特區政府怎麼搞呢? 不是,要發展局找誰做呢? 我想到了 誰啊? 市警局 張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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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為什麼不首先不找他呢? 可能他也有這些事情 不知道 沒有啊,中國人有說話,一不離二,二不離三 鄉了 鄉了 我先說,我自己看到這兩天的形勢 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林煥光已經出來幾乎說得很清楚 他認為陳茂波處理這件事是拖累過政府的 他作為一個行政會議召集人說這些話 很重的 我想這不是他個人意見 另外呢,梁振英接受商臺 不是,這是吳景俊的訪問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補陳茂波 這個跟林鄭月娥補麥齊江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因為林鄭月娥和麥齊江的關係 不是啊,他在工作上,那個是他的夥記 大哥,他做發展局長,那個是常行秘書長 你明白嗎?